作词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平阳公主 唐高祖李渊的女儿 随莫大举一师 开大唐江山基业 娘子军古今持名 堪称戎庄女儿 金国英雄 事后更成为历史上唯一一个以军礼下葬的女子 公元623年 平阳公主事与长安 公主戎马一生 战功赫赫 雄才伟劣 不让男儿 惜英年造势 父皇皆爱 朕打算以军礼厚葬公主 父皇 公主虽丰功伟绩 可历朝历代 从未允许女子可按军礼下葬了 亏你还是公主的父吗 亡者公主一师 举兵一应一骑 亲之金谷 有克定之训 非长女子可匹敌 何德无鼓吹 公主 任你开历史先河 标柄千秋 你在我心中 永远都是我最思念的那个娘子 随末 随杨帝昏庸无度 天下大乱 各势力揭竿风起 以胡商和攀人一步 最为强大 随大业十三年 玉边将领李渊 于山西秘密起兵 怎么 嘘 娘子 我刚接到你父亲的密信 说目前已与他驻守的晋阳境内秘密起兵了 果真如此 打算直驱着大兴城 让我前去共筑大业啊 父亲要大举一兵了 我 我也想祝父亲共襄一举 你 你个女流之辈 赞上的战场 我是女子怎么了 我乃三代将门之后 自小习武练兵 兵法韬律 无所不通 岂非一般女子 打仗立功 自古都是男儿子啊 不好啦 老爷夫人 举三宝打探 朝天要派人抓捕 李渊李大将军的家人了 娘子 这可如何是好 我又不能带你去打仗 留下你也是危险呢 相公 你可放心前去 我会另向他法躲藏 并图坐后方安排 你 放心吧 我乃女子 更易藏身行迹 娘子自重 后会有期了 三宝 我们也上路了 夫人 前面咱们的护县老家 马上就要到了 夫人 虽然你一路都不告诉我 为什么要回到这多年不归的老家 但是 我也猜到几分 夫人是想以老家为根据地 发展势力 一来 深山密林 又立藏身 二来 可与李大将军 形成理应外合之事 将来 前去接应 对不对 三宝果然机密伶俐 颇有几分将才呀 三宝自小跟随老爷和夫人 多有虚然嘛 平阳公主 凭借在陆西望族的名声 散了家财 变卖产业 阵迹灾民 暗中募兵 夫人 门口的赈灾粮都没了 本就是散发的粮食 怎么还会被偷呢 夫人 我已经将 偷粮的贼头抓住了 您就是李氏家族的后人 李娘子吧 正是 李娘子 我们不是什么盗贼 本是各路易军 被朝廷打散的残余部队 如今乱世 义军盗贼遍地皆是 余目混珠难辨良有 你自称义军 为何坐下这偷抢勾当 致战灾败行于何处 李娘子有所不知啊 我们也是从战乱各地逃亡于此 一边和朝廷对抗 一边抢夺以活命 这兵荒马乱的年月 你不抢别人 别人抢你呀 不抢 哪里生存得下 乱世当前 大家都是有苦难言 我不予计较 抢去的粮食就全部送给你们吧 谢李娘子 听说李娘子也在暗中募兵 我等兄弟几百人 原是和攀人部下 和其他大小各部易军散兵 都会打仗 愿意归附李娘子 也好有个依靠 好 但跟着我有一点 服从命令 严格训练 不许抢掠 是 夫人练兵辛苦 队伍本就人缘杂乱 不加紧训练 怎可御敌 夫人 我探到消息 朝廷要派大军围剿此地反贼 什么 没想到朝廷的反应如此之快 千万不能遭漏风声 否则军心必乱 对 看来 必得迅速收复 势力强大的其他义军 扩充咱们的规模 三宝 走 我们进去商议 是 夫人 不 李将军 您请 您看 我这钢带上还真不习惯 不 应该是马大人您先请 您现在是咱们李氏大军的参谋嘛 您乃是李氏大军的武将 您先请 您是文臣 我是武将 李氏文臣在前 武将在后 这 夫人 得罪了 马大人 错了 司祝元山寨走这边 对 我太紧张了 莫要紧张 如今所有起义势力中 最强大的莫数着胡商和攀人一支 号称几万人 如果收复过来 必将助咱们成大鸡 所以此去一搏是相当值得的 必要沉稳激变 是 三宝一定把平时所有的机灵和谋略用上 请夫人放心 在下李氏一支拜见何总管 李氏一支 大哥 就是那李氏庄园的后人 才来此不久 都是些虾兵蟹将 不足挂齿 贵部麾下 统领多少人马呢 这 几百人 几百兵马 如何能打仗 兵不再多而在精 帅不再勇而在谋 我不这几百兵马 虽然数量不多 却是训练有素 来而能战 战而能胜啊 没想到这位将军很有见地啊 请为二位贵姓啊 这位是我不李将军 在下乃谋臣 免贵姓马 嗯 那么二位此次前来用意是何 我李氏一支初来乍到 势力单薄 而朝廷大军即将押附 就闻何总管兵多士壮 特前来招募共青天象 招募 只因你几百兵马招募我数万精兵 哈哈哈哈 何总管数万不假 带离精兵 恐怕还差那么一点吧 哦 此话怎讲 实不相瞒 我部下正有若干元蜀贵部的残兵 我部宽恕其偷粮之师纳于部下 何总管的兵马 多是江湖商骨盗贼和亡命之徒 不相同属 难免难以整肃 军心各异 我想 这也是何总管一支头疼的问题吧 咱本是江湖中人 豪爽粗犷 有什么说什么 实不相瞒 正如李将军所言 我军成员大多各有来历 身手不凡 可就是难于管理 不知将军有何高见啊 制定军规 令出必行 才可凝聚军心 此外还有一点甚为重要 需师出有名 师出有名 说有不当之处请雅含 何总管一支势虽壮 但毕竟乃江湖曹嘛 而如今各方称王称帝的也不计其数 但多空有匹夫之勇或匪气十足 终难得民心 只有李氏一支 训练有素 心怀百姓 凶有良谋 且主力已在山西起兵 南下长安 势如破竹 有道是英雄则明主而从 则定明主方可建功立业 乃至名标青史 好个英雄则明主而从 李将军豪气甘云 见地非凡 在下佩服 咱们双方联合 互补长短 共成大计 你觉如何 这是联合 好 一言为定 请二位回去转告贵部总管大将军 明日我登门拜访 何总管 这位就是我不总管李娘子 李大将军 从今开始 我军明令军纪 严禁抢夺百姓 否则以军法处置 上下同罪 笑话 我当是什么大人物呢 原来是个女流 在我堂堂和氏大军里耀武扬威 还像模像样地管起我们来了 大哥脑子也糊涂了 居然相信这个丫头 哼 我就不吃你那一套 看你能把我怎么着 李将军果然巾帼不让须眉呀 没法活了 你还我插摊 怎么回事 你不讲理 你吃我茶不给我茶钱 还动醋掀我茶摊 你还我茶摊 你居然跟踪我 朱 你还要打人 你打死我也不怕 如今这年月 皇帝遭他百姓 义军的也遭他百姓 小百姓横树都是一死 还不如我讨个公道 死了也值了 如今百姓过得都是什么日子 你可知罪 你公然藐视军纪 劫掠百姓 愧对义军称号 和昏庸皇帝 鱼肉百姓有什么分别 按军纪 杖则二白 你 你可打我 大哥 这位大哥 您的损失 我君自会赔偿 何总管 我身为军队首脑 却属于管教 立当犯公自成 此女胆识 我君必肃然起敬 三宝 你终于回来了 没事吧 夫人放心 我一切安好 让你打听的朝廷军队情况如何 李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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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日李将军一举 朕令你在我军威信大增啊 何总管客气 朝廷大军 很快就进军到山寨附近了 军情危急 必须集训备战 在下也听说了 将军 快请 嗯 妈 这训练军队 一向都是在下的事 如今大哥让我辅助你 可这练兵如同亲临战场 可是实实在在的 菊匪花拳绣腿 纸上谈兵 请李将军略斩技艺 以赴重口 请将军赐教 这分明是您的用啊 这分明是您的用啊 那你吧 哪里 多虑 李将军才高八斗 不让徐梅在下佩服 不过这领兵打仗 自古就是难而逝 更何况眼下要打恶仗 要的可是原猛将 如今这年月 皇帝遭的百姓 义军的也遭的百姓 小百姓横竖都是一死 还不如讨个公道 死了也值了 他是所有百姓的一个缩影 为了要让天下百姓 都不再活在家缝绝路 我一定要过了这关 二当家是在嘲笑我 无领兵能力吗 请再放把过来 无论把子如何旋转 它都有一个 永远不变的重心 那就是我的突破口 好 李将军 好 李将军 好 李将军 难为将军了 在下带二当家向您赔罪 哪里 若领兵之人武功不济 如何稳定军心 二当家这么做 自有道理 李将军不愧为将门之后 在下惭愧 从今后咱们联军是一家 齐心合力共同制敌 好 我也派人连夜潜伏 在朝廷军队打探 将军果然足智多谋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随军军情如何 敌军士气旺盛 远来深入 我当如何应对 我方当紧闭寨门高强深雷 多加滚木雷石长刀硬弩 任其强功不予出战 这是为何 他大军一到必气焰熊熊 若咱家一届怒气大掌 也立即开门迎战 胜算难料 当其久功不下 必定将士疲劳 是的 我军此时磨好刀 吃饱饭 杀开寨门 慢 咱家于此之时 安排一支精兵绕过敌阵 劫走敌军粮草 敌军必然惊慌 无意恋战 此时我军冲杀敌阵 渴望大获全胜 好计 那么我和二当家立即带兵集训 请何总管一计统领大军迎战 我决定第一通谷 敌人来袭 我军坚守山寨 第二通谷 敌军再战 我军以意待劳 抗击敌兵 二战过后 二当家率一千精兵 绕过敌阵 夺下敌兵粮草 是 本总管领五千兵马 待等敌人疲劳 大开寨门冲杀敌阵 好 在下做后卫之军 镇守山寨 待我头皮大军冲杀过后 前来接应 好 一言为定 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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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敌人 恭喜何尊官大获全胜 李元帅 今日乃咱们庆功宴 也是我和氏一支 正式奉您为帅的挂帅之宴 为我挂帅 从今天开始 我不正式归附李氏一支 以往多有得罪 请您雅寒 这多日相处 了解您胸怀天下 谋略高远 此帅非您不可 请您统领我大军 共筹壮志 多谢二位 在下一定全力以赴 请元帅高升率位 自此平阳一军威名远波 很快发展到了七万多人 人称娘子军 名满天下的娘子军 为李渊在关中打下了大片地盘 公元617年 李渊主力渡过黄河 平阳与兄弟李氏民及柴少军队惠师卫北 为了天下苍生 登城 唐改大兴城为长安城 公主事后追逝平阳公主 平阳公主凭着大意和胆识 为大唐的崛起立下了赫赫功训 至今山西境内的娘子官穿越历史的时空 仍为我们注客下这位绝代女将大义为公的英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